大家好,我是Tony 我現在在宜蘭縣東山鄉德安村的正安宮 這裡是茅畝城聚落的信仰中心 祖是山山國王 所以這裡是客家聚落 我今天就從正安宮出發 一來造訪茅畝城古道 就一路走到山清宮 然後再從山清宮那邊下山 再走梅花湖黃湖步道 回到正安宮 我車裡就停在正安宮前面的廣場 好,那現在出發了 從廟前的岔路去左行 從羅東火車站有免費設計巴士抵達德安廟 不過一天只有五班而已 這裡有指標黃梅花湖 這條馬路是德安路 這裡有老房子 茅畝城就稱茅畝圍 因為清代這裡接近所謂的聖番地 所以先民到此拓肯 就修竹石圍 作為防禦 所以就將這片芒草重生之地 命名為茅畔圍 好,繼續走德安路 茅畝城古道路口就在前面 古道路口這裡有一隻梅花路 茅畝城在清代屬於鹿補庄 所以這裡有很多的梅花路 不過梅花路已經不知何住去 此地空餘,梅花湖 茅畝城古道,有此境 這裡有古道的簡介 古道全長1.43公里 是昔日農民上山拓肯 所走出來的一條農路 古道沿途有非常多的歷史遺跡 例如土利公廟 戰備坑道 舊自來水廠 百年土利公 前面就是茅畝城古道的正式入口 現在上午9點35分 這是我現在的位置 待會就走茅畝城古道 抵達終點的茅中亭 然後銜接三清宮步道 然後再一路走到三清宮 那我就會從這邊走一條粉梁步道 抵達梅花湖黃湖道路 然後再沿著黃湖路 走回德安村正安宮 這樣環狀一圈 應該差不多5公里多 這裡有一間福德宮 面前福德宮 這是原本位於三腰的百年土利公廟 因為後來民眾參拜不方便 所以遷移到三角下 福德宮前可以俯瞰德安村 茅圃為聚落 這裡也是有公廟 這裡也是有公廁 公廁沒開放 繼續前行 古道從這邊進入 注意喉群 上面那裡有一座涼亭 涼亭有遊客 好像是桃園三結役 加上孔明先生 被他們劫足先登了 沒地方坐 這裡有茅圃城的簡介 早期茅圃城地處偏遠 接近藩地 所以當時有一句諺語 我會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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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茅圃城這裡 是接近藩地 所以可見 當年我把女兒嫁來這裡 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危險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句諺語 流傳下來 繼續前行 接下來就進入森林裡面了 古道現在整修過了 這是水泥漬的防枕木 土階步道 就一路緩緩的上爬 古道沿途應該會有一些防空洞遺跡 不過目前還沒有看到 爬上來了 這裡有岔路 前面那裡是舊自然水場 先去看一下 這是民國42年興建的自然水場 也是東山鄉最早的自然水場 茅圃城早期的居民 僅能仰賴水景提供的水源 後來用水逐漸感到不足 所以後來興建的這座自然水場 這座自然水場的水源 是抽取梅花湖的湖水 不過後來梅花湖的水質惡化 所以後來這座自然水場就廢棄 改由完山自然水場 提供德安村的居民用水 前面還有步道 走過去看一下 這邊有右插路 應該是通往自然水場的上面 進來看一下 這裡是廢棄的自然水場的舊設施 就從這個方向 將梅花湖的湖水抽取上來 現在已經廢棄了 前面的步道可以繞回自然水場的大門口 所以剛剛的岔路是小環狀路線 可以繞就來水場一圈 我現在繼續前行 回到岔路口 繼續往上爬 這裡有石桌石椅 前面這裡有左岔路 通往百年土地公廟 百年土地公廟到了 現在土地公廟已經搬到山腳下的面前 福德宮了 這是有將近兩百年歷史的土地公廟 繼續走毛布城古道 現在古道變為平緩 走回碎石之路 走到這裡可以忘記梅花湖了 梅花湖 對面山腰的寺廟是三清宮 哇!這裡的展望非常棒 俯瞰梅花湖 來測出 湖釘嶼島 升清宮 我看見猴子了 猴群大約出現在0.8km處 前面有右岔路 通往望梅台 可以跳览梅花湖的风景 望梅亭到了 前面就可以俯瞰梅花湖 离开望梅台 继续前行 往山庆公布道 530公尺 最后这几百公尺 但是古道变得非常的平缓 前面有岔路 左岔路往相思阁 相思阁 这里是古道展望最棒之处 可以跳览南洋平原 远处的龟山岛也看了一清二楚 继续前行 这里有休息座椅 不远处就是古道的终点了 前面就是毛补城古道的终点 毛中亭 在这里接山庆公布道 山庆公布道 这里往中山亭 我要继续走往山庆公 中山亭 山庆公布道 现在称为中山步道 毛补城古道 我大约走了75分钟 包括沿途休息看风景 现在就一路走向山庆公 这条步道就是一路下坡 我前几天刚走过 所以这一段我就不多做录影了 右手边这边是四网小径 通往梅花湖 不过我要先走往山庆公 我就从山庆公那边下山 我抵达山庆公了 待会就从这条步道走往梅花湖 不过现在先到山庆公休息 抵达山庆公 现在十一点过后了 那我就在山庆公这边午餐休息一下再下山 休息完毕 我现在离开山庆公了 现在进入山庆公步道 中山步道 前面这个岔路口取左行 十间步道下行 这一条步道被称为粉梁步道 通往梅花湖湖畔的粉梁亭 步道层自制行 一路抖下 哦 这里竟然有小溪建 这里有小瀑布 前面那里有凉亭 在过去就接黄湖道路了 这里是粉梁步道的路口 这条还不是黄湖道路 是宜山山自一公路 走下去才会接黄湖道路 这条道路是进行汽车 只能行驶摩托车跟脚踏车 前面那里就接玫花湖黄湖步道了 路口那座凉亭就是粉梁亭 粉梁亭 我现在要继续走黄湖步道 这是狮子公园 如果刚走狮王小径 就会从这里走出来 这是我现在的位置 现在就走黄湖道路 然后再接黄湖路 走回德安村 左边这里有吊桥通往湖心岛 梅花湖 旧称大皮 是座天然湖泊 作为灌溉皮坛 我要从前面的右插路 这里离开梅花湖 走毛补尘古道还是原路来回比较舒适 不过我们登山客 就是有一点点自虐的倾向 喜欢走环状路线 吃果刀吃补 遇见梅花路了 德安路就在前面 德安路 毛浦有很多的景点可以参观 不过现在中午天气真热 我就走回正安宫就好了 我现在走回到毛浦城古道的路口了 这样刚好环状一圈 现在继续走往正安宫 回到正安宫了 正安宫创建于道光三十年 原称国王池 不过这里是后来牵纸改建的新庙 竟然走毛浦城古道 这样环拉一圈 差不多三个小时多一点点 包含休息的时间 毛浦城古道路况非常好 推荐给大家 至于炎热的天气的时候 走这种环状路线 会比较辛苦一点 不过仁者要山 智者要水 要走这样的环状路线 有山有水 仁智兼得 我今天走过的路线 详细的路线地图 网址连结 GPX档案 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今天的旅行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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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